这是中国 用全球9%的耕地和6%的淡水资源 生产了全球近25%的粮食 养活了全球近20%的人口 保障粮食安全只有起点没有终点 十年来中国粮食产量稳步增长 物物供应基本自给 粮食储备能力显著增强 居民健康营养状况明显改善 实现了从吃得饱向吃得好转变 短老中国饭碗设置组 足迹电访全国20多个省市自治区 与您一起踏上一段不寻常的旅程 一同见证越走越稳健的 中国特色粮食安全之路 食有五味 酸甜苦辣咸 然而鲜才是中国人心目中最极致的味道 数千年来中国人不单从江河湖海中品鲜 更是获益于各式水产的丰富营养 如今三万多公里的海岸线 一亿亩养殖水域 正以它的浩瀚捕育着一个渔业大国 低温冷凉的黄泊海 是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数量最多的海域 这里的扇贝产量世界第一 在5.3万平方公里的周山渔场 岛礁熔岩 构筑了鱼虾七夕的乐园 这里是中国最大的渔场 在南海 人工鱼胶正在帮助渔群形成聚落 中国近六成的海下 由南海海域的广东和广西两省区出产 中国拥有丰富的内陆水域渔业资源 共有鱼类八百多种 黑龙江 鸭鹿江 图门江水系 覆盖的东北地区 是冷水鱼类的主产区 水网密集的长江淮河流域 是全国最大的淡水渔区 像江河湖海要食物 碧波万寝的辽阔水域 正在成为蓝色新粮藏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 暂定为期十年的长年进步 涉及到一江一口 两湖七河 力度之强 决心之大 前所未有 一方面 十四亿人体量巨大的水产需求仍在增长 另一方面 史上最严格的渔业生态保护制度正在进行 中国餐桌上的可口鲜味 将如何被安稳守护呢 明晨五点 长江四大家余圆种场的副厂长郑浩亮 照例来到了池塘边 查看鱼苗的生长环境 每天就是太阳刚刚出来之前 池塘里面的荣养是最低的 因为晚上没有光合作用 占地近三十公顷的池塘 相当于七百个篮球场的面积 里面养殖着来自长江的一千八百尾野生鱼种 为保证这些来自长江的鱼种健康生长 无论刮风下雨 每天一个半小时的巡视成为正耗亮的习惯 5月 青草联庸四大家余陆续进入繁殖期 池塘里养殖着48位野生草鱼 郑浩亮和同事今天要帮助这些野生草鱼集中产卵 完成繁育 为了让野生草鱼的生产环境更舒适 郑浩亮和同事们把草鱼转移到特定的产卵池中 每秒0.3米的水流速度 让草鱼仿佛置身自然河道 每年的4到7月是大部分鱼类的繁殖季 全国的原粮种场都进行着这样的扩玩工作 国家从战略高度筹建原粮种场 目的是搜集保存培育各鱼类原种 也为全国各地的水产养殖单位输送优质的种苗 郑浩亮所在的长江四大家鱼原种场 负责保存和培育来自长江的野生四大家鱼 在中国青草莲庸是长江水域最多的鱼种 养殖产量占淡水鱼总量的半壁江山 被称为四大家鱼 你们都已经在洗了 洗干净一点 用力一点 这里是让鱼卵孵化成鱼苗的孵化环道 现在孵化环道里培育着三千万枚 庸于鱼苗 这些鱼苗准备提供给八百多公里外的千岛湖区 这个鱼苗生长速度有点慢 湖北这边的水温这两天有点低 还不知道能不能按时像千岛湖这边的客户 提供这笔水花苗种 这半水里面的那个蹭影拿过来 经过三天的等待 气温回升 正耗量悬着的心终于落下 三千万枚拥鱼鱼苗在接苗池整装待发 每个生产季大约有100亿优质的鱼苗 乘坐着这样的专车 离开正耗量所在的长江四大家鱼园种场 奔赴到全国各地至少600万五的鱼塘中 一年后的收获季 它们将变成上亿公斤新鲜的活鱼 出现在全国各地的水产市场 党的十八大以来 国家广泛开展鱼业资源调查 推进鱼业生物种质资源库的建设 目前已经建成国家级水产原粮种场87家 省级水产原粮种场800多家 保障优良苗种存量是中国水产品实现规模化养殖的基础 也是中国作为世界第一水产养殖大国的重要支撑 2022年6月6日 全国第八个放鱼日 正耗量所在的长江四大家鱼原种场 将筑备的一千尾带卵种鱼放流长江 取之于长江 也返还于长江 这是中国践兴渔业保护的生态平衡之道 5月 汪登强再次来到他熟悉的长江建立一段 和团队一起对长江的渔业资源进行调查 首先是从下游来看长江盗鱼 目前显示已经数量在不断地增加 以前武汉以下的江段都没看到盗鱼 但是经过我们去年和今年连续调查的话 发现在洪湖江段都监测到了长江盗鱼它的这种存在 长江近鱼 阶段性成效已然显现 当前 长江中游建立江段四大家余渔苗资源量 已由2015年的5.1亿为增加至21.9亿为 资源量为三峡水库蓄水后的最高水平 通过长江沿岸11省份 以及工农淋鱼等产业的协同发力 长江干流已经历史性地实现了 全二类及以上水质 如今的长江飞鸟凌空 鱼翔潜顶 在有序恢复长江生态系统的同时 确保了淡水与资源的可持续供应 傍晚 宁德三都澳的鱼民黄山江正在为家人准备晚饭 对福建宁德人而言 一碗香滑适口的黄鱼面是从小吃到大的家乡味道 充满了闽东人对于家乡独特的味觉记忆 宁德市三都澳观景阳海域 中国大黄鱼著名产区之一 在这里 宁德水产科技的研究人员 经过艰苦的实践 突破了大黄鱼无法人工育种的技术瓶颈 于世界范围内率先实现了大黄鱼的人工繁育 今年59岁的尤维德 是三都澳土生土长的鱼民 他和三都澳周边的5000多户鱼民 在这片4万多平方公里的海域上 养殖大黄鱼 这一船鲜鱼运往尤维德自家的食品加工厂 将制成方便保存的黄鱼响 除了在国内销售 还将销往韩国 新加坡 欧盟等国家和地区 依靠大黄鱼人工繁育技术 过去十年 宁德成为了中国最大规模的大黄鱼 人工育苗 养殖 加工 销售和出口基地 中国大黄鱼的养殖产量 也从每年8万吨增长到了25万吨 如今 在海鲜市场中 大黄鱼深受百姓欢迎 我们是养殖性水产品大国 我们75%以上是养殖性出来的水产品 养的鱼 包括我们的水生植物 比如海带这些东西 包括贝类 包括蟹类 大炸蟹 这些都是养出来的 而全球的人均水产品占有 为什么会低于中国的水平呢 那么因为其他国家的水产品 更多的来自于捕捞货的 也就是他们吃的水产品 是靠海洋 靠内落的江河浮海 那么这种资源当然是相对有限的 早在十三五初期 中国鱼业的羊补比例 就已达75比25 如今 这一比例更是提升到了 81比19 2021年 中国水产品总量 达到6690万吨 其中 四大家鱼 以及大黄鱼 石斑鱼 鲁鱼 平鱼等 深受国人欢迎的家常水产 均已实现规模化养殖 300多种水产经济物种 实现了全人工繁育 沈家门鱼岗 中国最大的天然鱼岗 2022年5月1日 5000多艘鱼船集体归岗 开始一年一度 为期四个月的福济修鱼 福济修鱼意味着整个夏天的自然捕捞 全面停止 但辽宁大连的一处海域上 丰收却正在进行 今天大伙注意安全啊 今天十万斤被 把那个被剪干净的 千万注意安全啊 行 上午八点 在辽东半岛东侧的大连海洋岛海域 有着20多年海上捕捞经验的李宝强 带领着他的船队开始了今天的作业 今天产量是十万斤 我们一天能拉 一万多斤 一天能拉十二三瓣 这片总面积2000多平方公里的海域 是中国首批20个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之一 在50米深的海水之下 百亿枚蝦仪扇贝 鸟贝 赤贝 海螺等十多种海产苗种 正在静悄悄地生长 我们所在的这边作业海域下面 都是三年前筹发的扇贝牛 海域是根据规模的年份划定土捞区 鱼村只要在规定的海区出往 就可以保证土捞扇贝都是同一生长期的 就像做多年一样 我们只需要根据播度日期 再一茬茬去收就可以了 海洋岛海洋牧场 是国内虾仪扇贝增养值面积最大 苗种底波数量最多 市场占有率最大的生产基地 每年约有2000万公斤虾仪扇贝从这里出发 被运往全国各地 这让中国即便处于海洋禁渔期 养殖的各色海产品 也能源源不断出现在国人餐桌 十年间 全国共创建了七批153个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 覆盖了中国的四大海域 为了进一步修复海洋生态环境 养护海洋渔业资源 2021年5月 财政部联合农业农村部 印发了相关文件 明确将通过国家渔业发展补助资金 全力支持国家级海洋牧场的建设 乘坐三十分钟的快艇 向深远海挺进 是筑开美洲的通勤之路 它的工作地 是坐落于南皇城岛海域的 金海001号 没有啊 拿上来吧 来了 接下 这还有 这还有 来来 看有什么快艇 真挺方便的 祝凯是金海001号 深海养殖平台的运营负责人 每周他都要为平台上的同事 送来补给 你还没吃饭吗 吃了 啊 吃 金海001号 养殖水体六万立方米 是我国现有最大的深海智能网箱 一次最多可以养鱼一千吨 这一体量 对于传统养殖来说 至少需要两万平方米的占地面积 金海养殖 面与着养殖空间 不断受挤压 以及正态环保的双重压力 所以从金海向深远海拓展 向大型设备化发展 是未来的一个趋势和方向 金海001号上分布着62个摄像头 无死角地覆盖了平台的室内外区 遇到极端天气 平台无人职守 也能通过手机软件 控制装备能源的远程启停 遥控投位 一个指令通过我们的CPU 发探出去之后 投位或者是上料 这个行业做了很久很久的人 真的他登上这个平台 去体验我们每天的正常的工作 他的感受一天下来之后 完完全全是颠覆性的 上午8点 一艘从旅顺赶来的渔船 缓缓停号金海001号 今天祝凯和同事们 要在金海001号上 收取十万斤黑军鱼 老苗 老苗 准备带篮 准备带篮 四根 四根 那个头 你那个头都不理不去 上来的 走 走 每逢收鱼都是平台上最热闹的时候 其他时间平台上最多只有四位工作人员值班 这个是我们的整个主公司里面的鱼类的双目识别系统 一个是我们看到鱼的这个形态 通过这个系统我们可以读到鱼的体长 体重 所有的这个水质情况 洋流情况 都可以从这个画面中呢 获得到一手的信息 在筑凯和同事的配合下 十万斤黑军鱼被齐网捞出 对于这个可以养殖一千吨的深海网箱来说 今天仅收了网箱里百分之五的黑军鱼 而这片三千二百公顷的海域上 还分布着四座和金海001号体量相同的 深远海养殖网箱平台 挺进深蓝 藏粮于海 2019年农业农村部等实部委印发 关于加快推进水产养殖业绿色发展的若干意见 这是一份专门针对水产养殖业的指导性文件 意见明确提出 支持发展深远海绿色养殖 鼓励深远海大型智能化养殖渔场建设 由此中国开启水产品养殖方式转型升级的新篇章 截至目前 中国已交付大型横架式网箱27座 投产23座 再建19座 一座座绿色环保 循环可持续的深远海大型养殖平台 正在构建出全新的海上工业化养殖生产群 也为世界餐桌贡献出新的中国方案 下午一点 吴陶如约来到养殖户张福宽的养殖基地 这已经是他今天服务的第三位养殖户 五月 阿尔多斯的白对虾进入繁殖季 吴陶的主要工作是对全市六十多个南美白对虾养殖户 进行入户技术指导 地处西北内陆的内蒙古阿尔多斯市 被黄河几字形环保其中 部分地区严检化现象较为严重 在中国 严检水面共有6.9亿亩 2014年 国家发展改革委 农业农村部等十部委联合印发了 关于加强严检地治理的指导意见 提出因地制宜 分类治理的指导意见 宜鱼则鱼 让仅靠黄河的达拉特级引入了 盐碱水南美白对虾养殖 吴陶所在的阿尔多斯市水产技术站 推广和指导当地养殖户养殖南美白对虾 正是他们近三年来最主要的任务 我测盐度 我看咱们派的水和蓝苗的盐度 是不是一致的 南美白对虾是生活在海水中的生物 为了驯化虾苗适应盐碱水 每匹虾苗要在大棚车间里 经过15天左右的淡化环节 今天是张福宽家养殖的南美白对虾 淡化环节的最后一天 现在这个苗的状态挺好的 外面的叶度多了 再加几两 外面比这儿 前天下午高的叶度 叶度和这个差不多 都是调过的 应该你那个手法做的 在吴陶的确认与指导下 张福宽家的虾苗 顺利从车间转移到了池塘大棚 进入了下一个养殖阶段 不出意外 等到十月收获季 张福宽家占地50亩的白对虾养殖基地 将产出一万多公斤的南美白对虾 国家支持发展盐碱地渔业 有关科研部门也进行了 技术和模式的集成创新 探索出挖塘排土 以鱼制检的模式 亩产可达到300公斤 近年来已示范超过50万亩 推广近100万亩 今后还有很大的开发潜力 内陆盐碱水域绿洲渔业 是蓝色粮仓科技创新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中的重点专项 中国针对盐碱水渔业发展 建立盐碱水域多元养殖模式 并在东北 西北 华北 及华东地区开展应用示范 二十一度二十二度这么个样子 不要太软度太皮擦太大 我大部分的接电话 都是来自于咱们养殖户 或者是公司的技术员 问我一些问题 有的时候十二点 有的时候是凌晨 非常多 都是很棘手的一些问题 在中国 像吴陶这样从事 基层水产技术推广的人员 大约有三万多人 他们构成了从国家到省市县乡的 五级水产技术推广体系 每年有多达105万人次的养殖户 参与这一推广培训 中国的水产养殖业 也由此在基层 扎下了坚实的科学根系 不与人争水 不与粮争地 在大实物观的指引下 中国人正在努力拓展 新的水产养殖空间 实现渔业 增产增收 2022年9月1日 黄渤海海域的福济修鱼 正式结束 经过四个月的休养升息 海洋渔业资源得到了有效补充 对于沿海渔民来说 开渔就像农民开耕 这些渔船分批起航 捕捞金丘第一网鲜鱼 共抓大保护 不搞大开发 耕海更要洋海 沐鱼更要沐江 十年间 中国水产品的总产量 在捕捞产量负增长的基础上 增加了1087万吨 中国用占世界第六的淡水资源 世界第三的海洋资源 解决了14亿人口的水产品需求问题 大大降低了渔业发展 对天然资源的依赖 为1600多万人提供了就业机会 将发展渔业资源 与保护生态环境兼顾 这是中国人为世界渔业发展 做出的新贡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